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导演爬出系列第八期 之前爬出泥潭都给大家做过了先知 勘探前锋的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期囚徒 怎么说呢 我争取每一期角色都给大家做一下 不过导演我也不是全能的 很多角色我到现在都不是很熟练 好了 囚徒开局在墓地 这个出生点算是很不错的了 那就直接连接墓地和红毯电机 调香石吃刀了 回数 这估计又是被变香水了 那这把就很难打了呀 果然调香石直接倒了 那现在我的电机才刚刚过半 守木跟先知电机那就更少了 这把电机严重不足啊 估计铲子哥得压死救了 还通缉到我了 这该不会直接想飞过来找我麻烦吧 先避开一点比较好 哎呀居然敢假动作骗我 铲子哥过去救人了 没交铲子救人啊 那这刀挨得有点冤了 救了人下地也行吧 防止双倒吗 可以 调香石这波遛的还可以啊 现在帮忙给了一只鸟 这波二六还是很不错的 至少让我摸到他们的遗产机了 加油啊 再坚持一会儿 开局苗岛的劣势马上就搬回来了 嗯 好吧 二挂了 问题不大 现在还有三台电机啊 厂商还有两台遗产 相当于只差一台半了 这把还是很有机会保平的 铲子哥叫铲子救人 呃 这波其实风险很大啊 哎呀 我就知道 这波被打了双倒就很麻烦了 希望调香石能继续牵制起来吧 呃 这波直接裂开 这边两台电机离得这么近 感觉要修红毯电机了 调香石上挂飞 先知把铲子哥摸起来了 来吧 为了平局而战 哎 有心跳 先知也在这里 那速散之魂应该也在里面吧 果然 看这个样子 在找我 来来 我最喜欢躲猫猫了 这就飞走了呀 继续连接电机 哇 这里这么多眼的嘛 全给你拔了 红毯电机被按掉了 那我就继续连接旁边这两台 反正对付速散呢 肯定是要多修一台的 毕竟跟速散投铁 解一台的求生者 基本上都已经飞天了 坎子哥上椅子了 这节奏真的很差呀 速散看到电机摇动 大概率是会飞过来的 希望先知有点灵性去偷人吧 我先把这台电机补掉 呃 尴尬了 先知居然没去 那这半选不可能救得了人了吧 这个速散居然不选择死追 那你就是给机会了呀 直接翻窗加速过去救人 不是吧你还想切换小黑 我让你当着我的面切换 闪着个坏跑啊我把你挡到 我挡挡挡挡挡了个寂寞呀 刚刚没注意到电机还差多少 我也不敢过去强摸啊 92 哎呀早知道我就过去强摸了 完了这把枪保平都很难了 地窖好像还在墓地 那我要怎么溜到先知开好大门呢 这个问题好难呀 哎地窖怎么在这里啊 说好的在墓地呢 哇现在的人临飞之前都要坑一波队友的嘛 还好我往这里面绕了 先知电机已经压好了 这波要不让它直接开了算了 我争取六道大门开好 毕竟这里的板子好像都没用过 算了开了吧 哎开啊 呃也行吧 吃一刀开大心脏也是一样的 这个板子不能放 一会儿还要靠它跑地窖呢 先告诉队友地窖就在我脸上 开了门赶紧走 哎这边板子全都没用过呀 那这波机会带大的呀 铃铛没腰中嘿嘿 哎干嘛 想跟我在这里博弈 来来来 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慌的 反正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嘿嘿 还想聘我红光 我翻 哎 好了 先知从小推跑到大门 并且开好的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 这波板子可以开始博弈了 你敢咬我铃铛 哼 我这波就是不叫准我要砸你板子 嘿 舒服了吧 前面不知道有没有板子啊 那算了 还是绕废墟吧 完了 我感觉我跑不掉了 这个墙壁哪怕断在里面一格也好呀 这个位置怎么翻都是死 好吧 这波地窖就在眼前 应该是没机会爬了 哎等等等等 刚刚调香市好像把附近的一张椅子给作飞了 所以现在附近只有大石头的椅子 这波是机会啊 这个时候就要看出三层挣扎加速的好处了 嘿 小伙子想挂我 下次再说吧 先知快走 可爱直接走就对了 前面这个板子一方我就能直接进地窖 冲啊不叫准啊反向也要跑 哎哎哎哎反向反向反向 哇这都让我跑地窖了 没想到吧 我自己也没想到 这把关键点在哪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哎呀这个游戏是真的累啊 溜了溜了 啊